以品牌行銷打破高齡化的小農困境 这是我们的目录 小农受地形及环境影响 平均更地规模仅约0.72公顷 多面临自产自销 高产消成本的问题 方志明先生投入有机会农业也强达十余年 这例如让栽种过程资源再生利用 有序环保且无农药残留的马兔文旦 贩送给消费者 但以农业劳力高齡化 无法有效运用科技 研究目的 一建立品牌形象 增强产品辨识度 二产品创新提升附加价值 三拟定电商平台行销推广策略 开发新市场增加销售通路 受疫情影响 维持农业制裁供应链 造成身体伤害增加时间成本 受小农疫情影响 台湾政府逐年重视 扩大市场覆盖面 增加销售通路 及研发相关加工产品 我们采用行销4.0传统转型数位 结合企业与顾客 使用在网络与实体世界互动连结的行销方式 三奇幼果园 由方志明的父亲 成立于1987年 目前由第二代方志明先生接手 种植方式 采用微生物农法 加上一定的标准制度 以君治宠的友善栽培原理 以及再生循环系统 让自己免于农药的伤害 且达到环境永续的理念 这是我们的SWAT分析 主要的优势是微生物栽种 夜市则是产气受限 外部的机会是电子商务的发展 外部威胁是气候的剧烈变迁 下面是我们的武力分析 潜在的竞争者威胁 是同为文旦的价格竞争 替代品威胁是不同产地 不同价格的麻豆文旦加工产品 消费者的溢价能力则与购买量层正相关 公共商的溢价能力因自产自销的关系 所以并不受影响 现有的竞争者是同地区的文旦 这是我们根据SWAT分析 武力分析等 得出以下的困境并提出的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有 创立自由品牌 建立官网社群等进行行销 还有结合电商平台团购等等 本组运用品牌行销提出下列成果 ROGO设计以三级优字样为顶 能门一眼即可清楚辨识品牌 其享用设计使消费者加深记忆 看到图及联想到三级优品牌 LINE贴图设计目的为国会顾客 增加品牌曝光度 凡消费及免费赠送一组贴图 将顾客导入官方LINE 利用顾客在此回购 至于方志宁先生管理也更加便利 名片设计以文旦相关物件设计 提供两种版本放置于贩售地点 广告宣传单设计以右小预见为主轴 传达每年都可以见到各位顾客 成为回头客 名片及广告宣传单将会放置于寄送纸箱内 顾客收到订购文旦时便于取得三级优品牌 及产品相关资讯 以利顾客再次回购 将预购通知单放置于粉丝专页 LINE官方账号发送 目的为告知既有顾客及潜在顾客预购消息 透过YouTube频道采访 教育讲座 除了推广对土地有益的栽种方式外 还曝光三级优品牌宣传的三级优品牌理念 使大众了解方志明先生栽培文旦的用心 Facebook Instagram帐号 投贴更改为logo达到品牌一致性 经过本组三个月的进行后 FB触籍人数成长1820.7% 予览次数成长106.7% 标签贴纸设计于未来参加市集等活动中展示 产充文旦时可于文旦贴上标签贴纸以利宣传 使消费者能够一眼辨识该文旦为三级优果园所产出 并结合预购表摊、电商平台等 提供消费者多管道购物 无需到三级优果园现场购买 替双方节省能力、心力 结合趋势、本组运用GoXR这款软体 建立元宇宙世界 放置三级柚品牌相关照片、购买资讯 希望透过此世界吸引其他年轻族群的关注 将效益最大化研发文旦相关加工产品 运用文旦花蒸6斤油,并加工制成肥皂 将文旦废弃枯,运用燃烧手法制成生物碳 减少清理费用、创造新价值 每年都会有文旦果肉是完好的 但因外表受损而卖不出去 本组运用创意加工展示 鼓励消费者购买禅次级品 可回家与家中长辈、小孩 一起进行中秋节活动 透过三级柚品牌的建立 成功将方志明先生的麻豆文旦 冠上了名称 有了具体的品牌形象 增进消费者对于三级柚文旦的印象 创立三级柚Facebook粉丝专页 Instagram帐号及官方LINE 致力将方志明先生的理念 产品资讯等 透过三级柚持品牌 传递给消费者甚至大众 眼镜机器设备节省人力 解决了高龄化导致产量下降的问题 研发文旦相关加工产品 不但能减少浪费 还能解决产品卖出的囚禁 明镜机器设备